大家好 我是张艺兴 马上这个《求婚大作战》的发布会就要开始了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角色好吗 我在《求婚大作战》中饰演的是颜小赖 这样一个角色 这么简单 这么简单 那《求婚大作战》这个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《求婚大作战》讲的是一个为了 自己以前一些后悔的事情 去做一些弥补 为了以前无法对自己心爱的女孩告白的事情 去做努力 但是 中间 特别各种各样的故事 然后也 最后 最后结果就还蛮好的 那 既然是做弥补 那也就是说有一个《时光穿越》的设定 是这个后悔药 这是可以说的事吗 是可以说的 行 那就是《时光穿越》的 那假如说有一个时光机摆在你面前的话 你会有那种特别想回到的时光吗 刚刚杜琳在隔壁说她特别想回到小时候还能有作业的那个年代 我只比较想回到我妈妈肚子里 但是 男妈不让我回去 所以大小就念 好 好 那这个剧 既然是一个青春恋爱题材的剧 我们想问几个 关于 比较 你有相比较撩妹的问题 可以吗 好 我就看她了 嗯 跟她喜欢女朋友 然后带她去逛逛 或者是 好 你说我现在这个身份还是就是一般人的身份 嗯 不是 不是 我是说问你 是你的问题是 就对于我现在还是对方 就是你自己 好 我自己的话 估计 也就 没地方可以去吧 你也去哪儿 你又被拍到一个好 假如说 就是有一个没有被人拍的机会呢 没有被人拍的话 就带她游上完水了 跟着走 我也不得去 那下一个问题 如果说女生的高跟鞋断了 你会怎么办 在约会逛街吗 鞋跟断了 对 她干嘛穿高跟鞋啊 对吧 在你的设定里面是两个人穿着平底鞋 然后非常 自由的优秀 约会逛街嘛 干嘛穿高跟鞋 有道理哦 对 所以有机会跟张一星 约会的女孩子们 千万不要穿高跟鞋 那下一个问题是 如果说要跟 喜欢的女孩表白的话 你会怎么说 我喜欢你 很简单的 单刀直入 要看情况吧 你 这 别人对你没一点意思 你跟他说喜欢你的话 那也是个问题 别人会有负担吗 那了解一下 嗯 水到渠成的 这种两个人都乐意的情况下 下一个呢 这还跟两个人不乐意的 下一个问题是 下一个问题是 你理想中 你理想中的求婚的场景 是什么样子 要说嘛 嗯 告诉你以后 我要真的要求婚的话 就没有惊喜了 哦 好有道理的样子 好秘密的 哦 好 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 关于这个剧里面的角色的问题 现在你是颜小赖了 嗯 那你的感情观是什么样子呢 颜小赖 颜小赖的感情观就是 他没有管感情观嘛 他有管感情观嘛 他就是 我要努力去改变 做完 因为他已经后悔了 引到最后关头 对 通过无数次的穿越 然后去改变 嗯 一个 他在女孩的 心中的分量跟 位置 嗯 嗯 嗯 那他是属于那种主动出击型的 啊 不是不是不是 墨迹墨迹墨迹型 很墨迹的那种 对 你是很嫌弃他这个很墨迹的样子 啊 我有时候也是想到我 天哪你就说句话 你能 你能怎样啊 啊 所以去里面是有很多那种 他不说一句话 然后就继续误会误会 误会的 误会误会 然后通 因为他不说这句话 嗯 要做很多 很多根本就 不必要在这个时间做的事 嗯 所以 挺默契的 哦 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一句话的事 是吧 对 好 哇你总结的真好 啊 谢谢谢谢 那一星你会是什么样的男朋友 好 嗯 好男朋友 嗯 嗯 那这个剧马上就要播出了 刚刚多灵说 在上海拍戏后来去广州的时候 觉得特别冷 你的感觉怎么样 冬天一般都比较冷 嗯 你是那种抗冻的人吗 嗯 不是 那你会穿旧裤吗 不穿 你拍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印象很深刻的场景啊 或者是一场戏 谢谢 这样吧 刚刚大家在隔壁说你经常在那个片场给大家唱歌跳舞什么的 嗯 跳舞就是随着音乐吧 绿豆一下 唱歌倒是唱的挺挺挺挺的 挺挺的 对 你要经常唱什么歌你还没想到 各种各样的歌吧 就是 所谓流行的不流行的 老的 新的 我自己啊 还是别人的都是 嗯 系里面有大家 就是你跟大家一起唱歌的唱听吗 好像有哎 嗯 好像有哦 嗯 嗯 那这个剧马上就要播出了 你想要对粉丝们说些什么 嗯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乔文大作战 关注东方外事 关注 嗯 腾讯视频 是吧 是在腾讯视频 嗯 对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这个 大家都用心做了的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